miro 一開始 我們一開始想做的事情是 我們現在不缺的事情就是把台灣分成很多部分 用各種方法把台灣分類成很多部分 然後它其實造成的現象就是造成大家的互相對抵 或者互相的那個攻擊之類的 所以我們現在台灣的病道有一個困境就是 因為媒體啊民眾啊政府 他們沒有互相的connection 沒有network 所以他們互相的不信任 導致就是大家沒有辦法很好的去理解 我們這個社會應該要從什麼方向走 所以說我們需要的事實上是做一個network 我們需要一個環道 我們需要去互相溝通 我們需要去互相理解 那這件事情是非常困難的 也知道我們現在媒體的困境就是造成這樣 就像FBI、LINE、Youtube 因為演算法的一些功效 所以它造成同分層 或者是一些情緒去發言 也不管是正面或反面 然後像PT就是類似素食型的資訊 它會很簡單去tank一些東西 然後tank一些標題 那在這個困境之下 其實比較好的多種方式是 我們有一個比較 比如說有相反的論點 大家可以提出證據 然後互相討論 不是下面的這些 就是非常素食型 或者非常反射型的討論 那如果說我們要在線上做討論的話 其實我們遇到非常多功功成本 那功功成本 比如說我們如何降低情緒去發言 然後我們需要正確的數據引用 我們需要議題的深化理解 我們需要現場的追蹤 或是我們需要民眾到底需要什麼東西 那在GDP有非常多先進 做過類似的東西 比如說ShitHub 比如說Covac 然後政府也有一些開放平台 那我們未來可能會有Wikidata這種東西 那討論系統的話 VT1有一個非常好的 platform 但是就是這些 這些東西都是很理想的 但是它對於民眾的信息是不足的 所以我們需要怎麼去改變這個東西呢 就是我們可能需要從硬需求去下手 那什麼是硬需求 就是上一次的GDP的Headstone 瓜吉有提一個就是 陳情的平台 那陳情的平台的話 真的是民眾會有需求的東西 所以我們目標的受眾是 40歲以下的新公民 那我們主攻的是 新世代又新型態的公開陳情的方式 那我們期待可以就是 可以往上去吸引一些人 那我們目前有做一些波台 那這些先就是對於 我們可以之後再討論 那這個專案的目標是 但是我們要摒棄social network的概念 我們可能需要一個public network 那我們public network就是 但是這只是一個夢想 對 所以說我們現在需要 基本上是做類型的 network 好 謝謝大家